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又來到了 富良爺Kaneko咖啡喔 真的是超級享受這個冰咖啡 非常的好喝 這簡卻放進去 然後在中間放進去 大家喝的咖啡豆 就是這樣現烘出來的 我現在站在這邊好熱喔 哇 這咖啡豆冰冰冰冰冰冰 有點像那種台灣那種 蜂蜜胖的感覺冰冰巴巴的 哇 財團 更大 I'm a darling I'm a darling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又來到了 富良爺Caneco咖啡喔 那我真的很喜歡喝這裡的咖啡 那這一間咖啡店是我在 2020年4月 我富良爺的一個 日本朋友帶我來喝的喔 那我在喝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驚豔 他的咖啡有一個 咖啡豆的香味 那我在其他的咖啡店 很少有就是品嘗到 這樣的味道 所以我一直想把這裡的咖啡豆 就是推薦 跟分享給我所有的粉絲 那今天呢 我們終於跟老闆 談好合作了 那我們準備要把他的咖啡豆 咖啡裡額就是 販售到全世界去 那特別是我們台灣的粉絲 而且呢這個 老闆還特別為北海道女婿的粉絲 特別烘培了一個 專屬我的咖啡頭 叫做旭咖啡 那這也是在 日本的台灣YouTuber 首次推出自己的個人產品 那我現在就進去裡面 跟老闆見面 那也泡這款咖啡 讓大家就是隔著鏡頭品嘗一下喔 那這一間Canetto咖啡呢 其實在座落在富良野的田園裡面 那你開車經過 你完全不會知道 這裡是一間咖啡店 那整個外觀啊 不是很親眼 但是裡面的咖啡呢 真的非常好喝 而且他的餐點 也非常的棒喔 那我現在就進去 叫給大家知道一下喔 耶來這邊呢 我最推薦大家點這個 就是他的 那就是他的 知床 這個豬肉的一個套餐喔 然後這邊有 南瓜湯 知床的豬肉 然後這邊有一個沙拉 然後呢 我覺得這一個 非常有空氣感的一個麵包 然後上面搭配一些 TUNA 跟一些這個 Cream 這一個真的超好吃的 那這邊這個 1280 那我先開動囉 那其實我之前有拍過啦 然後第一次看我影片的呢 我們再吃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它這個 枝床的這個烤豬肉啊 烤得非常的軟 然後上面這個調味料 酸酸的 非常的入味 我們每次來 必點 一定吃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極度空氣感的這個 麵包 百吃不厭 超級滿足的 南瓜湯 超級濃 超級濃 然後這邊是一個 二樓的 木造房屋喔 那從二樓看出去 就整個一個 綠油油的稻田喔 那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喔 然後搭配這一個 大雪山的冰咖啡 啊 真的是超級享受這個 冰咖啡 非常的好喝 等一下再介紹給大家 我先吃飽飯 然後老闆現在也在忙喔 然後Kaneko這邊的餐飲 跟咖啡肉 讓我非常敬驗 然後服務也非常的好 然後在我身後 就是他的 這個服務人員 跟我們這邊的經營者 Kaneko-san 然後這一次這個 跟Kaneko和醉的咖啡裡 總共有四種咖啡豆 那有這個 大雪山咖啡豆 旭月還有富良 也還有其中一款 我這個 北海道旅序的自由品牌 就叫做旭咖啡喔 那就是從生焙 這個中生焙 跟中焙都有 那現在呢 我們就請Kaneko商示範 怎麼沖泡出一杯好喝的咖啡 那這一次沖泡的咖啡 是使用這個 富良野這一個 咖啡豆 對 對 這就是 這就是 Planoblend Cityblend Ethiopia Colombia 還有 印度尼斯亞 三種的blend 很容易 喝的 所以 誰也會喝的 我們特別請他 叫我們怎麼手沖 對 就是 這個咖啡豆其實很好 但是呢 怎麼把這個味道呢 原本的鮮味沖泡出來 這個手沖的技巧又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個影片也教大家 怎麼沖泡出一杯非常好喝的咖啡喔 首先就是把濾紙稍微過濾一下 還有這個杯子溫杯一下喔 咖啡放到你的杯子的溫度比較低 那個風味會跑掉一點 這個湯 一度温暖了 湯 湯 湯 好 それでは今日は一人前的 一人分的咖啡 一人分約12-15g 一杯12g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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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新鮮的咖啡豆啊 中間就像一個秋鈴就會膨起來 最初到處理到處理到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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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他 沖泡杯咖啡是一種享受的 很悠閒的沖泡這一個手空咖啡喔 這個很新鮮耶 很多這個氣泡都跑出來 然後這一次的咖啡禮盒 所有的咖啡豆 我們都是會 就是會新鮮烘焙 烘焙碗隔天就會寄送給各位 現在咖啡味道就很香了 然後這個富良魚的咖啡豆是重度烘焙 所以它的甜味跟霜味 都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 然後喝起來非常的有這個咖啡的香氣 非常的好喝 然後這一次的咖啡禮盒 那我們總是有包了四種咖啡豆 那這裡有三種咖啡豆 是Kaneko咖啡它的明星商品 那另外一種咖啡豆 就是它特別為了北海道女婿 這個烘焙了一個咖啡豆 叫做旭咖啡 那我就請Kaneko商幫你介紹 這四款咖啡豆的一個特性 為了你 就是冬甘逸 很高速的一種咖啡豆 那裡冬甘逸 這也是 Administ者 基本地是冬甘逸 的 冬甘逸 篡老衣 一種咖啡豆 然後 第一種咖啡豆 而且 然後這個中間的2種類 フラノブレンド オリジナルのシューブレンド こちらはこれの中間 バランスラインの華やかな香りと黒糖 飲み綿パーとか乳以外 中間のブレンド 然後這一支販售的咖啡豆 都是自家烘焙的咖啡豆 那大家拿到的咖啡豆 都是我們新鮮烘焙的 中間的新鮮烘焙 中間的新鮮烘焙 準備好了 大家喝的咖啡豆 就是這樣喝的咖啡豆 這樣現烘出來的 我現在站在這邊好熱喔 那現在在咖啡豆已經烘完了 然後這咖啡豆冰冰砰砰有點像那種台灣那種 蜂蜜香的感覺冰冰巴巴的 那為了推出這一款咖啡豆呢 我們特別做出這一個禮盒 那上面有一個kaneko咖啡 跟北海道一個聯名設計的一個logo 那這一個咖啡禮盒喔 打開呢就有附上一個小卡片 會有跟大家講如何沖泡出一杯 非常好喝的kaneko咖啡 那這一次販售呢 有四包咖啡豆 那每一包都是200克 那每一個咖啡豆呢 還有這個附上 兩包的綠掛包 所以總共有八包綠掛包 然後這一次的咖啡豆呢 從這個中培啊 中深培跟深培都有 韓運啊 亞洲區韓運的價格是一萬塊日幣 那這一次 咖啡豆運送的這個地區很廣喔 那比如說亞洲區都有在送 然後還有日本 那這一次歐洲的一些部分國家也有運送 然後還有包含美國喔 那詳細這個寄送的地區喔 請上我的電商看喔 那這一次為了慶祝呢 北海道女婿呢 首次推出個人的品牌喔 那一直以來都受到大家的一個支持喔 我真的很謝謝大家 所以在這個我的 北海道女婿的一個團購社團 有推出一個95折的折扣碼 那所以你只要加入我的社團喔 就可以拿到這個95折的折扣碼 而且95折不限這個咖啡豆喔 折扣碼呢使用到八月底喔 大家不要錯過使用這個折扣碼的機會喔 那其實我一來到這個 Caneco咖啡喝到這個咖啡喔 我一喝到就很想 介紹這裡的咖啡給所有人喔 那一直以來我成立頻道的初衷 就是介紹北海道的觀光 還有一些顯為人知的一些物產 比如說這一次這個Caneco的咖啡豆 那一直以來 北海道女婿受到大家的支持 那可能有一些人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那其實我是在2020年出來 北海道這邊創業喔 那其實公司創立初期我就遇到了疫情 那其實公司創立好之後呢 基本上業績當然就是零啦 因為我們做的是外國的觀光齁 那之後呢 我也成立了北海道女婿的頻道 那因為一間房子啊 讓我的頻道有了起色 那一開始我覺得我會接到非常多的觀光業配 那其實我們側面得知啊 就是北海道觀光這邊 希望達到的年齡層啊 跟我比較有差別 所以我在北海道觀光這邊 其實接到的案子其實也蠻少的 那從我頻道應該幾乎沒看到 改變不了對方對我的這個看法 那我只好轉變自己的態度 所以我現在很積極的成立著這個 北海道女婿的電商 那就是一直啊 介紹北海道一些伴手禮 跟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產品 給全世界的觀眾朋友知道 那現在的電商其實大家支持 其實現在的整個成績也非常的不錯 真的非常謝謝大家在疫情之下 就是還有找到一口這個 可以吃飯的一個工具真的很感謝給大家 雖然這一支影片啊 可能讓第一次看我頻道的人 就是一支業配影片 但是我覺得這支影片啊 就是跟Kaneko咖啡對我來說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 終於可以在日本推出我自己的品牌 其實在日本這邊啊 你要得到一個日本人認可 跟信任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如果鏡頭前如果在日本住過 都知道我講的含義啊 那這支Kaneko商 很難得的就是跟這個 北海道女婿合作 那推出這一個自我品牌 那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我個人也非常的開心 那重點啊 就是把這個很好的咖啡豆 北海道物產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再一路的支持北海道女婿 那我會拍出更多更好的旅遊影片給大家看 感謝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後 那所有的訂購連結在說明欄或者是在留言區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